字幕 打赏又较诚 大家好 又是我凡凡介绍美食时侯 今天是否有趣 是坐定定拍展开 因為我們等下午茶套餐 蛇王昏 剛才我們就吃了兩餐 休息一下 喝少許東西 坐下了 現在決定去蛇王昏吃下午茶套餐 有一個蛇羹 一個糯米飯 再加一個甜品 148元 它是星期一至日都有 兩點半開始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其實現在都已經兩點半 我們就走過去 進去看看它開始未 進去找個位置坐下 再和大家慢慢聊 再和大家一起吃 進來坐下 人也不是太多 我們點了一個下午茶套餐 148元 裡面包了什麼 蛇羹糯米飯 椰汁綠豆糕 椰汁綠豆糕 還有櫻忌茶 不知道是什麼茶 就是一杯茶 鴛鴦腸櫻花蝦乾 糯米飯 其實看到人們已經吃了很久 有些早點來可以開始 其實它的碗也很小 好像普通酒樓白飯的碗 很小小 148元 先吃了兩個餐 我們點了兩個下午茶餐 然後看看夠不夠 不夠再點東西吃吧 這是下午茶套餐 裡面有米里蛇羹 糯米飯和椰汁綠豆糕 首先給老婆說一說蛇羹 吃了這個米里蛇羹 就覺得蛇味不太香濃突出 但是稀稠度非常濃厚 它還比街邊的碗仔翅 或者自己在家製的碗仔翅 是更加稠的 另外它的材料 蛇羹味和蛇肉味 就不太突出 主要的材料都是雞絲 冬菇 木耳絲 還未很肯定找到蛇肉 因為如果蛇肉 纖維的質地和花紋都會有點不同 平時在家裏都會用三蛇 或者五蛇去煮蛇羹 不知道大家在家裏有沒有煮蛇羹的呢 我平時如果在家裏煮 通常會去蛇店買三蛇或者五蛇 三蛇就是眼鏡蛇 金腳帶和過樹蓉 五蛇會再加兩樣 加上三索線和白花蛇 蛇味很濃厚很突出 那種味煮出來很多時候都是很濃厚的蛇味 還有如果拆出來的蛇 有一部分蛇譜 就不是提供剛才我說的五種蛇 它包括會提供水蛇 水蛇有什麼特別呢 水蛇就是膽膽肉 很滑身一點 而且肉是厚一點 很嫩滑的 比起雞肉更加嫩滑的 我知道有些人很怕很怕吃蛇 因為他覺得形狀很恐怖 外形又不是很美觀 但是其實他是鮮味無比 還有行氣活血和驅風 很有益處 以前說太史五蛇羹 太史也是說水蛇提督 那些官級高的人 請大家宴客吃 所以很多時候會做蛇煙 請嘉賓吃 而有些蛇煙很少地方都可以吃 因為其實它的材料都比較難買 除了蛇羹的材料之外 還要炸蛇粒 還有要做山碎 有些地方還要做羊腩 有些地方還要做蛇丸 還有一個是純蛇煙的 全部微微送都是用蛇做的 就算你最後有些地方提供吃雞 都是蛇汁或者蛇酒浸雞 有些蛇部位做甜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我老公在深水埗都吃過幾間蛇的店 他覺得那裏做的品質和材料 加上濃潔度和調味 都比這裏更好 對嗎 是呀 深水埗那些 說就說 好像看上去沒有這裏 不好看 排腸這裏比較好 但是深水埗那裏 是真的漂亮很多 而且人家真的有蛇肉 比我這裏只看到雞絲 很普通的冬菇 哇 一個獻啊 木耳它真的只有獻 這個獻比較濃 叫做 這碗像碗仔茄 多像蛇羹 那感覺上 我覺得深水埗那兩間蛇部 在鴨尿街 大家可能都吃過 一間鴨尿街頭 近著一間店舖鋪隔離 另一間就在中間鴨尿街那裏 兩間都比較做得好些 價錢當然也會便宜些 這裏我不是說便宜的問題 是它本身材料也有少少不同 而且去打的獻 你看到是一塊塊 還未攪得均 變成凝固了 在湯裡 直到是白色一塊塊 吃下去的口感就比較差 調味方面它也做得到 但就吃不到有蛇湯 或者蛇羹 或者蛇肉的味道 這個是鴨鴦腸櫻花蝦乾糯米飯 也是下午茶套餐 當然這碗一定是小的 你看看 這是去喝最後吃的糖水的碗 大家就知道這碗有多大 看看吧 這碗鴨尿街頭也很高 它應該好像人家筆白飯一樣 一半了 這碗鴨尿街也很大 它的糯米做得很好 不是說軟軟軟軟 就是說 都粒粒分明 表面有些櫻花蝦 有鴨腸、有臘腸 還有一些豬肉蔥在上面 所以它這個真的很香 其實它的鴨腸和臘腸 這碗真的很香 我看到它有本號字 用料精選 切肉臘腸310元一斤 鮮鴨腸也是310元一斤 買滿兩斤就有9至1位 好像很香 挺好吃的 看下去 但自己做的有時候很差 你在這裡吃是很好吃 人家就放了一些不知什麼 或者放了什麼煎炒 你回去買的 很多時候都做不出這種效果 所以有時候 我也試過買些鴨腸 鴨腸回去做 但效果未必有我 新年做蘿蔔糕 在街市買的那麼好 街市那些比較香 牛份量也比較重 所以有時候 有些東西真的很有趣 在這裡吃 是人家加了少許巧妙 未必你知道怎樣做 這些就是一些 平時要知道的秘訣 有些竅門是別人店舖才做得到 說回這個飯 這個飯都可以的 不是說差 所以我也看到有些人 叫一碟小糯米飯 拿走 炒一碟 愛賣 下午茶套餐 原先就是椰汁綠豆糕 可能沒有了 改成綠豆沙 你說是不是椰汁綠豆沙 當然不是了 那是不是海帶綠豆沙 但是它是放了一些果皮 用紅豆沙的做法 所以老婆說 不如你說吧 因為 像紅豆沙 真的挺像的 說真的 如果這個轉了紅豆 其實就是紅豆沙 因為它放了果皮 而且煮的稀稠度 你看看 它不會太稠 剛剛好 有點像我喜歡吃的那種紅豆沙 但是當然 它沒有了椰汁綠豆糕 都應該開聲 說聲說沒有 不是 好像隨便拿出來就算了 我明白 有時候沒有 你會說不好意思 沒有椰汁綠豆糕 變了熱的綠豆沙 是否介意 說真的 有多少人會介意 就算是介意 可能它會換其他東西給你 你會說聲 不是說 好像隨便扔下來就算了 覺得這東西 有一點做得不太好 另外 它這個味道 甜度不太厲害 有時候 有些糖水的甜度是很厲害 這裡也不是太差 這個餐來說 百多元 問題在於 有些東西是蛇羹 其實是主菜 這個主菜 它就做得比較差 令到 就算糯米飯和糖水是好的 都會比較失色 因為 起碼佔了50% 在蛇羹裡 它竟然這東西做得那麼差 你自己是賣蛇的 竟然最差的是蛇 真的不能說 等於 一個人說賽車 竟然說你不會開車 我不會說什麼 美人照鏡 今餐是296元 那些東西都關掉 其實這裡的東西很少 接著就說說最後總食評 這間蛇王昏 最後我給一個食評就是 雷星大雨點少 我不覺得它有那種很厲害的蛇羹 可以做到給人 我感覺上 其實有很多蛇舖 我在老海裡 起碼最少有三間以上是比它好 我接下來 我會介紹多些蛇羹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 什麼是好吃 什麼是不好吃 這間店在我來說 不能進入頭三名 你說是不是第四名 我也不敢回答你 總之 頭三名它一定不是的 沒有說到 好像人在網上 或者在一些評論上 說到 嘩很厲害 不去吃不行 我不感覺上 這間店真的很普通 你說下午茶 它尺寸小 是正常的 我覺得小碗 但你的材料是一樣的 你不會告訴我 原來下午茶 是有一個烹煲開了 而正常的 又有一個烹煲開 不可能 這就是告訴你 它份量多和少 不會影響食物質素 只是影響了 量的多少 所以這裡我覺得 做得比較不好 是唯一 它的糯米飯 我覺得少少出色 其實說真的 糯米飯要好吃 我也有一些是好吃的糯米飯 可以介紹給大家 都是好吃 所以這間店 我第一次來 跟老婆 聽就聽很多 就覺得 嘩很厲害 好像很棒 好吃 其實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種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會不會其他東西好吃 我不知道 譬如燉湯 或者有些東西是好吃的 但是我感覺上 這裡真的比較好一般 看看老婆有沒有什麼 小小想說 社羹就不用說了 其實它的材料少 不得之 獻打得不好 還有最搞笑 在桌面 除了有胡椒粉 還有一支豉油 最基本的薄脆 檸檬葉 白菊花 大紅節醋 全部都沒有 它只是 那兩樣東西 就是胡椒粉 和生抽 在桌面 其他牙籤 之類 全部什麼都沒有 送上來的時候 剛才說了 材料少 小碗 不在話下 最搞笑的是 蛇肉 最後來連一條都找不到 你同不同意嗎 是真的一條都沒有 所以我告訴你 這間餐廳真的完全不行 所以吃碗仔翅 真的比吃它這個蛇羹 如果有在街邊吃碗仔翅的網友 應該最少你在街邊 都會有胡椒粉 麻油 和大紅節醋 它連比起街邊吃碗仔翅的配料 它都少過 所以我就說搞笑 另外環境雖然都很好 但服務就太一般 第一 全部送的東西 是有少少很大力地放在桌面 你問我是否扔在桌面 它就不是 但真的很大力放在桌面 頭那碗蛇羹 是寫了一部分 另外最後那碗綠豆沙 也是有些寫了 所以我就覺得 這裡比較奇怪 它收到這個價錢 但給了這個質素 還有服務也是這樣 真的像這麼出名做蛇羹 超過幾十年的店 我又不覺得 如果街邊任何一間吃蛇的店 我覺得 就算食材或者招呼 都比這裡好很多 它真的配不上收這個價錢 不是計算份量 是計算食材和服務質素 還有想說 除了蛇羹之外 就是那碗糯米飯 你問我是否好吃 我也覺得它是好吃的 但是你問我 那個臘腸和滋腸 是不是真的超級好吃 我就覺得蛇王椅 好過它一點 另外我們自己也有試過 買蛇王椅的臘腸和滋腸 送給朋友 這裡也算不錯 但是不是我吃過最好吃的地方 是中上的 最後就是像我老公所說 那個甜品綠豆糕 如果沒有的話 要通知一聲 雖然綠豆沙送上來 都是很好吃 還有那個英記茶 我又不覺得是很特別的茶 有一點像我茶餐廳 喝到的茶膽的味道 你同不同意嗎 這個簡直是完全同意 它根本是一杯很普通的茶 在這裡寫到天花龍鳳 當然 你說用商品銷售條例來跟它爭拗 我告訴你 我怎樣去跟它爭拗 它裡面放的東西當然有 它衝出來給你沒有 你也吃完了 難道我整個杯拿走 拿去驗嗎 沒有可能 有時候的東西就是 我只可以拍出來給大家看 讓大家知道這間店的手法 它是原來做事這樣 其實我看到一些食評 有時候都會看到有些人寫的東西 是否真的這麼誇張 自己吃過便知道 會真的這麼誇張 但其實我們去之前 沒有看過食評 只是因為我們沒有試過 這間這麼出名的蛇店 不如去試一下 因為連蛇王椅都試過 居然蛇王芬沒試過 那我就想試一下 另外 剛才老公說了一點 難道它裡面有兩扇蛇根 收不同價錢就給你不同的蛇根 這件事剛才他還沒說 食評之前 我也有想過 會不會你叫過貴的 它就在第二個器皿上不給你 會不會你叫過下午茶便便 就會在另一個器皿上載不給你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但最搞笑的是 它是連酒樓打獻的程度 如果你是天天煮蛇根 你不會打獻打得那麼差 不會一塊塊凝固了透明的物體 在蛇根裏面 但這裡連打獻的技術都做得不好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了 接下來我也會介紹多些蛇根系列給大家 因為現在開始冷了 是吃羊腩和蛇根的季節 其實有很多蛇根我都吃過是OK 挺好味不差 我接下來也會拍多些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會吃得開心 而這間餐廳真的名過於實 它似乎是自己老字號 其實所有東西我覺得都是比較一般 大家看了當吃了 又或者有些網友如果吃過的 不妨在這裡留言分享一下 看看是否有同樣的經歷 只是說你吃的會比較好 而我這次的餐是吃得比較不好的 今天我就說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